這個源自於西方他們的好奇 他們本來認為說 為什麼東方的女性她更年期的症狀 沒有西方那麼的明顯那麼的多 那因為東方的食物裡頭 比如說像日本人他們服用了很多的豆類的植物 像豆腐啊 味噌啊 甚至於一些豆類的織劑 所以他們就很好奇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所以還有植物製劑的大豆類王瞳的產生 那我們去這十幾年來這樣的植物的製劑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在國外有很多的專家做了很多的研究 其實如果只是單一的大豆類王瞳 它對於更年期的症狀的緩解其實它是有限的 效果是有限的 其實如果要說我很幸福的話應該是我很幸福 但是另類的幸福呢就是興趣缺缺喔 所以那方面其實後來我才知道也很重要喔 因為本來我不知道那方面是屬於更年期的一部分 後來我問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是護士 我問我媽媽說媽 你有沒有嘲弘啊 有沒有倒汗啊 在你更年期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媽說她也沒有 但是我說呢 我現在不想做那個愛做的事情怎麼辦 我媽說那也就是算是更年期的一種 我想更年期女性 她是一個相當廣泛的一個平權 所以她的人數應該是相當多的 那他們基本上像我們的調查裡頭 她因為我們知道像2002年 那個WHI調查 她發表了她的文章以後 因為我們常常之前 我們會使用那個實際素來治療 有更年期的症狀 因為她這樣的治療 她可以把更年期的症狀緩解 但是她心臟血管的疾病增加了 她乳癌的風險增加了 所以很多女性就不敢去尋求西醫的一個治療 所以我們那時候尋求醫生的治療 服用實際素的大概有20 接近30個百分點 但是2002年以後 她整個掉了 大概只剩下6個百分點 現在的狀況是這個樣子